好,大家好,接一个快递,看一下粉丝有啥需求的 哇,这么大 这边有两个亿,也不知道哪个是损坏的 难道铺太五百级的 咱们看一下它这个,因为坏的是机械的 哇,这种老骨头 这确实很老了,这个盘 三星的 三星的 三星1T 董哥通过初步判断,它是刺头坏了 然后呢,我们去朝景间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刺头呢,上面这个刺头有点偏斜 然后董哥呢,就用发达镜看一下,看这个 主要看看这个刺头有没有粉末在上面 目前来看的还好,这盘片应该没问题 然后董哥呢,找个刺头 直接放这这个,真的找个刺头,然后试一下 好的,我们在无城间里出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刺头也换好了,试一下 看能不能成功啊 因为三星的硬盘呢,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不敲盘,哎,好,复位了,太好了 因为这个机会难得 好,认出来1T的硬盘 这硬盘是细节收购以后的啊 我们启动程序 我们轻轻的放下去 因为给手里拿着了,刚才是为了听声音啊 如果声音不正常的话,我们赶快做相应的处理 我们先把固件跟那啥 配色一下 这个盘可能还是加密的啊 然后我们不管呢 我们先给它做镜像提取吧 看能不能,能不能跑得动 但愿这个盘能,能顺利的,跑过去了 好的,我们开始做镜像提取数据 我们看一下分头看能不能分一下啊 因为有的时候的这个 这个盘是四个头的 啊,可以 重建翻译器以后 可以分头 我们分头的目的是为了啥 是为了,怕有,比方说有二号头 它不良 不良的话,我们可以先关掉二号头 然后接着做其他分头 好嘞,我们看右,右边 然后四个头全部出来了 我们呢,呃,做有效数据 它的数据有三百,三百多基数据 还好,不是很多啊 这速度还是,还挺满意的啊 能跑到九十,九十多 一共有三百基的数据 那好,这个粉丝数据完全可以做出来 只是一个刺头,纯,纯正的刺头损坏 这个粉丝比较好,那个啥 损坏了后就自己都没改的,逗 所以说,劝大家 如果硬盘有异响或出现任何问题后 千万不要再加电了 不加电,这很顺道的就把数据提出来了 如果加电,导致的盘面划伤数据很难保证 好,喜欢董哥视频点关注转发 然后想学习数据恢复的可以联系董哥啊 私信董哥,好,再见,拜拜 拜拜